记者蔡宗献屏东报道,根据媒体报道, 米后造成农损失引起立位重视, 今天在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要求农委会想办法, 农委会主委林聪贤表示, 未来可以适当处理,也可以抓去离岛适合的地方也放, 对此说法,满洲乡工作秘书张成森直呼万万不可以临违和。 这样太不道德,中央官员实在不该讲干话。 满洲乡代会主席庄西文说, 夜生弥后根本抓不胜抓, 更遑论要抓去离岛也放这种不负责任行为, 满洲会坚持列强区候大队及农委会副主委李退之南下宣导的电维王双管旗下 多次在农地里目击弥后啃食农作的张成森指出, 不排斥农委会及林务局的电维王做法, 但目前在满洲仍没有具体成效, 暂时仍会以众列强区候大队, 但绝不考虑野方离岛这种以林伟鹤的缺德行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